这个是我们无土栽培种的番茄 现在是8月8号栽种的 现在已经是24号 19天了 已经开始喷花了 长得非常好 非常快 也非常健壮 但是有些朋友说 自己在家开始摸索着 去学着无土栽培 按照我们这个视频的话去做 但是发现最后 这一茬过去以后 别说一茬了 可能半茬 然后就不行了 原因出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原因这些花场 实际上无土栽培 有两大系统 第一个系统就是机制的选择 哪些机制适合做栽培机制 哪些是不行的 哪些成本低哪些成本高 这是一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水肥的供应 这一个是核心中的核心的 首先肥料的选择 这就是关键点 肥料选择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市面上买的水中肥 是不能作为一个无土栽培专用肥的 因为它的蛋链甲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里面的其他的元素 因为作物生长 它是有14种生命元素 什么叫生命元素呢 就是你缺一不可 削少了以后 这个作物它就不长 或者是它就出现问题 是必须加的 所以比较生命元素 然后呢 那个蛋链甲 这三种 钙美瘤 这是六种 这是大量元素和重量元素 那物量元素呢 是铁 猛 鹏 铿 铅 铜 然后 木 绿 这几种元素 包括钙 钙是最近这两年 才被定性为生命元素了 你是必须有了 另外说呢 那个是17种 那另外三种呢 是碳氢氧 就是通过空气和水 水获得的 这个不需要我们去补充 所以说呢 你买的这个市场上 那个水龙肥呢 它里面 这个物量元素是不够的 种类不全的 或者是含量不足的 这样的情况下 你一用了肥料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 这个占不成 所以在肥料这一块 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的就是肥料的弄度啊 包括酸减值的那个高低 这个也是核心中的核心 如果你把这几块解析出来以后 那么你自己摸索着做物素栽培 问题也不大 不是说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啊